《兴取三二》的最佳新人奖项 则是由歌手坏特 在七位入围者当中脱颖而出 他穿着一身粉红色的套装 在上台领奖时 还戴着帽子与墨镜 只露出了半张脸 给人一种神秘感 而他还具有另外一个身份 是在医院担任外科实习医师 他透露说 他在医学院时间 曾经休学过一段时间 开启了他的音乐之路 而坏特有着慵懒迷幻的嗓音 音乐作品也融合了多国语言 让人印象深刻 慵懒嗓音搭配Chill Hub 曲风 唱出离乡背景的《困惑迷茫》 这个神秘女生来自White White 是金曲三二最佳新人奖得主 从头发 套装到脚上的靴子 全是粉嫩色调 坏特戴着帽子和墨镜 只露出半脸 维持神秘感的原因 是他还有另一个身份 在医院当外科实习医生 独艺学院时选择休学 停下脚步 也就在这时 开启自己的音乐之路 我是在体制内 不断努力往前跑的那种学生 然后我其实去年 今年才毕业 我今年才脱离那个体制 然后二十岁 当我感到迷惘的时候 感到困住的时候 我选择休学停下来 听自己的内心 那是别人不理解的决定 但过了五年回头看 那段停滞的时光 是我人生改变的开始 听到颁奖人 喊出自己的名字 坏特兴奋跑上台 又折返回座位 拿手机 看得出真的是乐坏了 很爽 很爽 很开心 俏皮表现 不难看出 其实坏特刚从医学院 毕业不久 一名由来 问号是英文的坏 加上T1念成坏特 丑张专辑 A Bedroom of One's Own 在网路上 点阅率相当高 作品歌词 融合英文 台语和多国语言 很有特色 在其他六位 强劲对手中 脱颖而出 坏特拿下一生 只有一座的 最佳新人奖 开心亲吻奖杯 这位怪物新人 将用他迷人的 慵懒嗓音 席卷华语歌坛 记者凌晨卷 红华台台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